大家好我是Paul 周到周五英文期讀 这笑话开女生的玩笑 也不会说政治不正确 我觉得还蛮欣赏的啦 那你希望你也觉得好笑 我们就来看看吧 笑话蛮长的 这个扑梗扑的 有点够长 来来来 我们一开始他说 两个兄弟他们都是狼狼 两个兄弟他们都是狼狼 K-N-I-G-H-T 骑士 所以这讲的是 难道是欧洲的这样 其中一个家伙 其中一个brother kidnapped 什么是kidnapped 被绑架 所以这骑士被绑架了 kid 小朋友 在睡觉 nap 什么鬼 可是真的是kid加上nap 合在一起竟然叫做绑架 绑架要干嘛 绑架要用赎金赎回来 顺便交一个字叫ransom 赎金 OK 所以这个两个骑士 一个被绑架了 被谁绑架 A foul witch witch是这个女巫 W-I-T-C-H 如果今天是男生版的话 好像就叫做wizard 而且还有一个叫什么猎魔士 witcher 这个字蛮新的 说真的 我其实从小到大 是没有看过这个字的 直到游戏出来之后才 oh ok cool fine 所以witcher witch wizard alright 那foul是什么 foul就不好的 简单的说 像那个打棒球的时候 嗯 投球分好球坏球 好球叫strike 坏球叫ball 就是球这个字 它不叫做bad的什么东西 n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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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all 那如果把球打到界外去 叫做foulball ok foul 总之foul是不好的 那篮球的那则犯规 例如说什么上篮打手之类的 也叫foul 所以foul这个字其实是很生活上的一个字 所以总是被一个坏巫婆绑架了 光标题就长那么久 来第一段 the older brother goes to rescue his brother from the clenches of the awful witch when he arrives he points his sword at her and demands that she let his brother go 好第一段讲完 所以这个older brother就去拯救他的兄弟 这样子 弟弟啦 就不用讲兄弟了 因为很清楚有older了 那另外一个一定是younger 所以rescue这个字是拯救 from the clenches of the awful witch 所以foul witch awful witch ok awful就是很糟糕的 那clench是什么 掌握 ok 所以像我们把这个拳头握紧 you clench your fist 所以clench可以像动词 ok 就是握紧的意思 clench your fist 叫做握紧你的拳头 clench ok 那所以他想要从他这个巫婆的掌握救出来 那到的时候 他就把他的剑指着巫婆 然后要他把弟弟还给我 so when he arrives 你看我就必须再强调一下 每次都插题一下 就是你只要读到文法正确 你就会欢喜 什么文法正确呢 就是这个let 我们一路讲下去走到他再说 所以当他到的时候 现在是很好 他就把剑指着他现在是很好 so when he arrives ok的 现在是 加S he points his sword at her 现在是 加S ok 然后要求他把弟弟还给我 and demands 加S 因为主持都是he 对不对 所以这就是赏心悦目的文法 那demand什么东西呢 他让他的 就是放过他的弟弟 那后面的let 却没加S了 为什么 因为这牵扯到假设议器 所以他要求他把弟弟还给我 right 那 有没有可能他不听他的 有嘛 对不对 那巫婆 我理你 你谁 你有见味不怕你 我会魔法这样子 对不对 所以我们讲到这种假设议器 就要求 主张 呼吁 建议 这些词的时候 其实都是一种 你觉得 希望发生什么事 而事实却可能事与愿违 再强调一次 要求 命令 主张 建议 这些词 所以包括demand recommand suggest order ask command 这些 都是在这个范围里 OK 都在这个范围里 都是一种 你希望这件事这样发生 可是谁理你啊 不见得会 所以他优巧他把弟弟还给他 那后面呢 这个she let his brother go 就变成了一种假设议器 他就可能不成真 所以他其实后面少了一个should 这个should是绝对可以省掉的 所以完整的读起来 就是point his sword at her and demands that she she should let his brother go 那个should就被省掉了 这个文法绝对不是第一次讲 只是看到了 我们就再重复一下下 而他写对 我们读起来 就是赏心悦目 所以这里的let 如果加s的话 我就会皱一下眉头了 文法好的人 就会皱一下眉头了 来 接下来说 you cannot kill me with that sword pity for night she says for I am far too powerful you must offer me something in exchange for your brother 结束这一段 所以你用那把剑是杀不了我的 you cannot kill me with that sword 这个cannot 是写成一个字 非常正确的英文 你用那把剑杀不了我 为什么不能猜成两个 因为猜成两个字 它的意思就跑掉了 cannot猜成两个字 变成可以不是 可以不要 我很快说一下 这个也绝对不是新东西 但无所谓 我们就重复的一些重要观念 所以cannot并不等于cannot 我们并不是说后面这个结构是不存在的 就cannot分成两个字 甚至我们说其他的主动词 do not right shall not will not 这些 两个字都很OK 对不对 可是你看看Microsoft Word cannot就被花了蓝色的底线 为什么 因为原则上 它对的可能性不太高 我不能说它一定错 它对的可能性不太高 我马上举两个 每次都举这两个例子 我就在两个例子讲给你听 你今天回到家吃妈妈煮的菜 就发现奇怪 妈妈今天是怎样 怎么好像这个菜没煮熟 或者是煮太过头 特别难吃 然后你就直接很诚实的跟妈妈说 妈你今天这菜怎么这么难吃 那你妈妈可能给你两个回应 第一个就是 那你不要吃 你回房间 晚餐没你的份的 你吃一口觉得难吃 你不给你吃了 所以you cannot eat 这叫做你不能吃 你不准吃 go back to your room right 那妈妈的第二个回应可能是 难吃是吧 你可以不要吃 你煮泡面 你吃泡面就好了 你可以不要吃 跟你不准吃 是不是不同意思 所以什么叫可以不要吃 you can not eat 所以cannot拆开来就是 可以不要 可以不是 或之类的意思 听懂了 ok 所以我不是说下面这句一定是错 虽然说它也被microsoft这个word 画了蓝色底线 可是我必须跟同学强调 这个有可能是对的 这叫你可以不吃 所以这里有cannot用的是正确的 你没有办法用那把剑杀我的 你这可怜的值得同情的骑士 pity for night 因为我太强了 for I am far too powerful ok 那你一定要给我点什么来换你的弟弟 you must offer me something in exchange for your brother so 什么什么something in exchange for something else 就拿什么来交换什么东西 作为交换 in exchange whatever it is you want which stated 所以你这乌婆啊 你要什么你就说吧 whatever it is you want 好 whatever这文法下次再讲好了 不然今天会讲太长 所以无论你要什么说吧 whatever it is that you want which stated I want you to marry me to make me your bride from now until death do us part she cackled wildly wow 我要你娶我 那娶跟嫁的英文同一个字都是marry 所以I want you to marry me 没问题 让我当你的老婆 让我当你的新娘 make me your bride新娘 从现在直到我们死去的那一天 所以这个until death do us part 这就是婚姻证词词的其中一句 ok till death do us part 就是死亡将我们分开 死亡的名词就是death 就这么简单一个字 do us part part是你想说part不是部分吗 可是它也有分开的意思 像depart就是离开嘛 对不对 那像摩西把红海 你知道那个故事 摩西把红海分开了 然后那个犹太人就逃离了埃及人的掌控 所以Moses parts the red sea 所以这个part分开这样 ok 直到死亡将我们分开 为止我要跟你在一起 cackle就是 就是那个我们讲那种叫声 笑声叫声这样 cackle这样子 所以这个巫婆就用这个声音说 所以如果要模仿他 cackle的话就是 I want you to marry me make me your bride 之类的这样子 cackling这样 结果这个骑士决定怎么办呢 好啦 为了救弟弟 所以他就把他的剑收回他的剑翘里 那个叫剑翘嘛 就是那个套子啦 那个动词叫做sheath 你这辈子看到机会绝对不会太多的 因为没有在这种欧洲歧视的场合里 你怎么会看到这个字 但现在看到了sheath ok so the knife sheathed his sword 这个字还不太好念 sheathed这样子 ok and thought on it 想了一下 but he decided that he loved his brother so much that he would do it 所以他就收起剑之后 想了一想 但他决定了 他是他爱他弟弟了 所以决定他要愿意了 fair enough ok you hag 这样子老太婆这样 I will marry you so long as you let my brother go 所以这fair enough就是 好啦 ok 意思讲了意思 这个词还算是我常挂在口头上的 当一个人跟你讲一个什么什么东西 你觉得ok啦 没问题啦 可以啦 ok 欧亏啦 新世代的人讲话讲欧亏 ok fair enough ok fair enough fair不见得是翻译成公平 好 也叫做fair ok 所以好啦 这样子 fair enough you hag 叫他老太婆 我娶你 ok 只要你让我兄弟走 so long as you let my brother go 你可能会比较熟悉的是 as long as you let my brother go 可是另外一个版本就是 so long as 就第一个as可以换成so 这是绝对是没问题的 一个月后 a month later the day came for the wedding 所以结婚那天到了 the old witch showed up in a tattered old dress 所以他就这个巫婆出现 然后那个衣服就很糟 破烂烂的 tattered ok 所以穿着破烂的衣服 tattered her hair was a mess and she cackled evilly as the priest pronounced the man and wife 所以他还在那边就是结结结在那边笑着这样 很邪恶的 evilly 当那个priest priest就是那个生殖人员 那生殖人员宣布他们是老公老婆的 所以那个宣布 我们用的不是announce 他们用的是pronounce pronounce不是发音吗 但这就是一个固定的用法 ok 所以你会听到电影里面 影集里面说 I now pronounce you husband and wife man and wife 所以pronounce这个字可以这样子用 所以总之 牧师在说 现在你们是老公老婆人 然后他就结结结 结结结这个字 你认识吧 就开口了 我想了半天觉得这个字 大概是最好来表达他的 我好像中文打不太出来 打不出来或许就算了 就一个口字旁那个结 就我们讲说邪恶的人都这样笑 我可以这样子处理 就看过这个字吧 好anyway 所以他就结结结 是不是你很结 我都不知道 好 所以他就cackle 这样子evily 当这个price说 你是老公老婆了 at the reception 所以在这个酒会的时候 she was rude to the guests and ate her food like a wild dog 所以他对宾客都很没礼貌 rude 吃食物 吃得像跟野狗在吃东西一样 ate her food like a wild dog all the while 同一时间 her new husband tried his best to accept his fate with grace and honor remembering that he was doing this so that his brother could be free 所以就在这一切正在发生的时候 他的新老公 就很努力的 tried his best 来接受他的命运 to accept his fate 用什么呢 就用一种grace 用honor 就用荣耀 更用一种优雅的态度 来接受 好啦 这就是我老婆了 with grace and honor 通常我们用这个词 像grace这个词 我们有时候把它翻译成像中文 有一首英文歌叫奇异恩典 amazing grace how sweet 怎么来着 好anyway 所以就那首歌 那奇异恩典的英文名字就叫做 amazing grace 所以grace可以翻译成恩典 上帝的恩典 但是你把它翻译成优雅 我觉得也可以 OK 就例如说我们说 像世界杯刚踢完 对不对 那法国队就很优雅的 身为失败者 然后去恭喜冠军 然后优雅的接受失败 所以我们有时候会说graceful in defeat OK so be graceful in defeat 所以用grace这个词加一个for graceful in defeat 这算是个蛮常见的片语 OK 所以身为一个失败者 也要有这种优雅的态度 这样 好 所以他就用grace跟honor来接受 他的嫌老婆 并且记着 他这么做都是为了他的弟弟 so remembering 记着 he was doing this so that his brother could be free the wedding night came 所以当晚就是洞房嘛 对不对 when the husband came into his bedchambers instead of an ugly witch he saw the most beautiful woman he had ever seen fair skin soft hair kind eyes who are you he demanded 所以好 刚刚说了这个洞房的时候 老公进入了这个他们那个房间 那他用了bedchamber这个字 我相信都是那个时候的用法 chamber这个字就是室 就是一间房间的那个室 警卫室的那个室的那个字 chamber 那放床的地方 他不叫他bedroom 他叫他bedchamber 比较古的用法 所以他进去的时候 没看到这个丑女屋 就竟然看到了他看过 所看过最美的女人 所以斗点 或者是instead of 就是取而代之 所以没看到这个ugly witch instead of an ugly witch or the ugly witch he saw the most beautiful woman he had ever seen 所以这里用过去完成式 也非常的正确 对不对 所以在人生之前 都没有看过那么漂亮 现在才看到 所以皮肤很好 好皮肤 fair skin 刚才刚刚说fair 又看了一次 right 那头发很柔软 那眼睛非常的 仁慈这样子 很柔顺 so who are you 你谁啊 他就要求他 说出你的身份 in a gentle voice she responded 所以用一个很温柔的声音 这个女生就回应了 she responded I am the witch 我就是那个女巫啊 you were so honorable and gentlemanly today that I have decided to be beautiful for you for our wedding night 所以你 你今天的表现实在太好了 你又honorable 你又很gentlemanly 所以gentleman这个字 如果要来形容人的话 得变成形容词是加ly的 就像friendly是形容词一样 gentlemanly也是 还有一个字叫manly 就是说这个人很有男子气概 我知道我们都讲很man 可是不对 man不能当形容词 也不一定 像例如说manhunt 这个字是有的 ok 但我是manchild也听过 但anyway 所以一般来说 要是形容男子气概加ly manly 所以有gentlemanly manly friendly 好OK so you are so honorable and gentlemanly today 所以以至于我就决定了 that I have decided to be beautiful for you for our wedding night 所以我们东方之夜 我就要变成一个 美丽女人给你看 in fact 事实上 I'll offer you this choice 我就给你一个选择好了 you can choose from me to be beautiful at night but an ugly witch during the day or you can choose from me to be beautiful during the day but an ugly witch at night 两句是很平行的一个结构 基本上结构一模一样 只是位置调换而已 所以他给他的选择是 你可以选择让我 晚上漂亮 但是白天呢 就是一个丑女巫 或者导过来 白天是个漂亮的 但是晚上是丑女巫 这样子 我再读一次 so in fact I'll offer you this choice you can choose from me to be beautiful at night 你可以选择让我来 晚上漂亮 but an ugly witch during the day 但白天的时候丑女巫 or you can choose from me to be beautiful during the day but an ugly witch at night 好 所以这哥哥就想了一想 很努力的想 the brother thought hard again what fun would it be what fun it would be 对不起 to have a beautiful woman every night excuse me even if it meant dealing with her awful side every day 所以这有什么好玩的 他在执意的是 ok what fun it would be 倒不是执意 所以每天晚上 有这么漂亮的女人 是多么棒 多么fun的一件事 so what fun it would be to have a beautiful woman every night 每晚有美丽女人 即便这就表 即便这表示着 白天要去处理 她那个很丑的样貌 even if it meant 即便 dealing with her awful side 很丑的那一面 every day on the other hand 而另一方面 he was soon to take over his father's title 然后他又想到 他很快要来 接过他爸的头衔 ok 所以他爸是谁 不知道 应该不是国王 国王的话 他就是prince 他不会是knight 所以总之爸爸 可能也是某个官阶 他有tit头 so 他很快要接过 he was soon to take over his father's title and with it his castle and his lands with it 这个it就是title 而title呢 跟着一起来的 就是城堡 跟他的土地 这一定就是封建时期 feudal society 他们是贵族 so take over his father's title and with the title his castle and his lands maybe it was better to have a beautiful bride during the day whereas she wouldn't embarrass or humiliate him 所以或许比较好的就是 白天让他漂亮 这样他就不会让他觉得丢脸了 因为 这是感觉还蛮有他的vanity在里面 我是一个领土的领主 结果我的老婆竟然是丑女巫 听起来乖乖的 所以之后他就决定 finally he said I cannot decide I shall let you decide what you shall be 所以他说 我不能决定 这个不能又用了 cannot 合成一个字 你该是正确的 我让你选好了 I shall let you decide what you shall be the now beautiful witch spoke 所以这个现在漂亮的女巫 她就说了 That is again the kindest thing you could choose 所以这个女巫又觉得 你真是太kind的了 你既然让我来选 你选不了 to let me choose my own fate 你让我来选择我自己的命运 而为了你这样的仁慈 I shall be beautiful for you both day and night wow 所以你这么kind 那我就白天晚上都让你 都美丽好了 美丽给你看 你走到了这个故事 最后一句了 你如果看荧幕的话 punch line要来了 故事的重点终于要出现了 and so you see the lesson is no matter what a woman looks like on the outside she could still be a horrible witch underneath 结束 所以你就知道了 所以这个故事给我们的教训 the lesson 我们一般讲故事教训用的字是 moral the moral of the story 那她用lesson 我觉得也不是说错了 所以故事给我们的教训就是 无论一个女人 在外表上看起来多棒 多漂亮 在底下 她都可能是一个 很糟糕的女巫 OK 好 我不解释了 没什么要解释的 反正是在 取笑 算取笑 也不是取笑 反正在就说漂亮女人不见得心理都是很好的 总之心里面可能 底下还是住着一个可怕的女巫的 好 我们讲到这里讲完了 讲的蛮久了 我觉得 我自己一种感觉讲的蛮久的 那就这样吧 我们也不复习了 我想今天的重点 其实或许是 cannot写成一个字或两个字的不同 好 就这样吧 我们就把这当做今天的重点吧 标题我等一下来改一下 好了 我是Paul 我们下次见